如果要是看一个人的命运的话 就得看到时代的浪潮 很多东西不是我努力能够决定的 人生充满了意外 业业焦虑,自我否定 你要是读了历史 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一切都是言笑隐善的 创业是个特别难的事 我感觉很多东西不是我努力能够决定 就好比说我怎么看到命运这个事情呢 你说我性命吧 好,这辈子剧本是定的,那我躺了 我初中开始躺,我中考肯定不好 高考肯定不好 我不会有这些机会 我可能走不到今天 也许将来我也不会成功 我不性命吧 就像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帆船 在大海上 它不是你能决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有一个矛盾 就是说我还需要这么用力吗 它这里头有好多层次 先说命运的这个部分吧 一个人的命运 很多时候是实在决定的 如果你想象的你不是身在今天的 你是身在1937年的南京 你会怎么样 我可能参军 不,你还没到那个时候 你们家就已经给炸了 那在这种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你一个人他能走多远 首先是这个时代 给不得给个人提供机会和可能性 那些阿富汗人,叙利亚人,乌克兰小孩和俄罗斯小孩 他们本来上着学是准备回去的 就打仗了,他怎么办 你如果要是看一个人的命运的话 你可能就得看到那个时代的浪潮 对于个人来说 很多时候没有办法靠你的一己之力去抗衡的 好,那下面一个问题就变成了说 那我在这个时代里头我还能干嘛 那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一个人的一辈子特别短 你所有的这个想象都是在于 没有意外发生的情况下 就有过老头在家门口 跟另一个老头下棋一阵风 一个花盆掉下来就砸脑袋上就挂了 那你说你在赖谁啊 人生就是充满了意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你对幸福的看法 你对金钱的看法 你对家庭关系的看法 或者是你的创业的小伙伴的关系 你意识到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人生特别短 而在这么短的一生当中 你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这个时候可能你的看法会有点不同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我怎么度过我的一生 人的一生 如果要是你什么都不干 他其实很无聊的 你总要做一点事情来打发这个时间 如果你做这个事情 恰好你有喜欢 恰好他还能为社会创造一点价值 如果你还能让你周围的人过得好 那当然就是最好的事情 但即便不能如此的话 你可能你也需要去找一些事情 来填补我的一生 这个时候最关键的那个点就到了 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太不一样了 有一些在别人看来没有价值的事情 但他就很喜欢 他就愿意把这一辈子浪费在这个上面 让他过得很好 在世俗的标准里面 他可能是完全是失败者 但他自己觉得很OK 这两天正好在读一本书 叫做《比山更高》 讲这二十年那些登山的人 你就会发现在他们当中 永远留在大山里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有可能会死的 但他们非要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太喜欢了 爬山这个事情对吧 你登上了山又能怎么样呢 但你说他快乐吗 他非常快乐 从小的学霸好孩子们 他们好像就有一条既定的道路 他就非要沿着这条路去走 如果他遭受挫折 他就会觉得对自己的评价 就会产生一些疑问 但如果被老师 踢到教室外面去的那个人 他根本不在乎主流社会的评价 那也许他反而自由了 我正想提这个问题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标准变成了这个 这是非常物质的标准 有的人执念深一点 他苛责自己 业业焦虑 自我否定 然后有的人可能程度稍微轻一点 但那些执念重的人来说 就觉得这个驱动不够强 我觉得那种焦虑感是很自然的 在这个商业竞争的环境里头 你必然就会焦虑 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可自责的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喜欢商业 你好好做商业 但同时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金钱上的这个成功 它是不是人生这个唯一目标 当然不是 如果要是挣钱太难了 就已经消耗掉了你所有的力气 你就不太可能再去做别的了 那你就只能做这个选择吗 就是我们就安心 好好挣钱就好呀 我想问个问题 陆老师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能让自己稍微平静一点 每个人人都在想 有没有可能性 就是我跨过这山峰以后 我就真的获得平静 不会的 因为还有下一个山 你要是没有了那痛苦 那喜悦也没有那么喜悦 就像我跟你说 我的学生 他获得了一些成功 同时他也知道了自己的能力所限 这个时候 他看到的那个图景就比较稳定了 他就开始变得没劲 而对于你来说 也许你现在你看到的那个图景 是不稳定的 就像你说的 你不知道能成不能成 那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这一切 我觉得它都是因为 你还有好多机会 你才会这样 这是个好事 没有什么好不高兴的 如果没有了那个痛苦 你的喜悦也不会有那么喜悦 我其实真的可以躺 关键是你理解的那个躺 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今儿想钓鱼 我就去钓鱼了 不你要想钓鱼 你干嘛不去呢 不努力挣钱 你的痛苦高于 你不去钓鱼的痛苦 那你就应该好好去挣钱 别再想钓鱼的事 所以其实 对啊 我已经做了选择 没错 但是我觉得你的那个内耗 完全是 我不仅要挣钱 我还得有文化 我还得锻炼身体 没必要啊 你干好一件事行了 为什么非要让自己 十全十美呢 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 然后人生还那么短 所以就做那个 让你高兴的事 如果挣钱是让你高兴的事 就好好挣钱 就好了呀 对啊 你从生命的这个轮回来讲 你最重要的是 你的那个体验 你活得够本是因为你体验到了 你感受到了 没有过任何一天 我要成为一个什么人 那可能跟阅读有关系吧 你要是读下历史 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一切都是言笑隐善的 接受自己 就是这样 就是把它完全接受 因为我觉得接受是很难的 不是 你所有觉得难的东西 都是因为你不想接受的东西 那不 就假比方说 我现在没有结婚的话 那么我在一线城市 像上海这种地方打拼 我是希望 我四十岁都可以 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 我还有家人 还有父母 还有亲戚朋友 还有一堆需要 你老觉得你肩上有这些责任 你要多挣钱 是因为你要让他们过得更好 那你觉得像我这种人 就没有亲戚朋友 没有孩子吗 也有啊 孩子也长大了 亲戚朋友也挺好的 然后大家也还是过着一个 更频繁的普通的生活 然后大家也没有觉得 有什么不好 那些接受的人 从来没有认为 这是个问题 而是他就是这样的 你觉得说 你很难接受的时候 你就是因为 你不想要这个 一个抱怨 说父母天天催婚的一个人 实际上内心 还是渴望婚姻的 或者这么说吧 如果你父母催你 你就结了 那就说明 你其实也没有 那么不想结 我确实发现很多是 客观上啥都有了 但是在主观上 他活得非常的 自我否定 幸福感很低的 这样的人 他当然跟你的成就有关 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 也是有很多因素构成的 所以你的那个参考框架是什么 我觉得也挺重要的 如果就跟乌克兰似的 就打仗了嘛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来北京参加冬奥会的那个哥们儿 他那时候可能还想的是 拿不了冠金 特难受你找吗 结果他回家那边已经开始打仗了 老婆孩子赶紧先塞防空洞里 这变成最重要 有没有冠军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其实人是会变的 只不过就看你遇到什么事了 然后你不能设想 就是说你永远都是这么一个 一帆风顺的状态 你看我们身边有那么多的例子 年纪轻轻的就心梗了 那总不能因为害怕这东西 我现在就开始 不是的 我觉得它不是让你不去做很多事情 但是在做的时候 尽情地享受那个做事的过程 和解决问题的那个快感 成不了呢 你也不用太责怪自己 不就掉几个粉吗 有什么关系吗 这期节目就是有可能掉粉的 这期节目不会 然后你只能知很倒霉啊 然后你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下次好好的做创业者 我们不要找那些跨界的人来胡说八道 因为他们根本不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然后你学到了一个教训 不很好吗 虽然你掉了粉 但是也不至于让你 怎么样 太怎么样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这是